大家好我是观察机电 我这里有三个灯板 三个的功率都不一样 现在市面上面的LED灯板 功率需别很严重 所以今天用这三个灯板 测试给大家看 是真的 还是假的 第一个 大家看明白 36瓦大品牌的LED灯板 第二个也是大品牌的 20瓦的LED灯板 第三个灯板指径有点小 标注的输出功率 最大是22瓦 为了测试的卷确性 现在我把 4电用万样表测出来 交流 223V 也就说这个36瓦的灯板 用223V给它供电的话 那么 它所需要的电流 应该是用36除以223 等于161mAh 把它的功率因素取0.95 得出的电流应该是170mAh 同样 22瓦的灯板 也是一样的计算 用22除以223 然后再除以 0.95的功率因素 得出的电流应该是104mAh 同样 20瓦的灯板 计算出来的电流应该是94mAh 我拿一张纸 把这三个电流纸都写下来 然后用实际测的数据进行对比 把万元表调到交流电流档 红标笔插在使用标笔的插孔里面 如图所示 这样连接 从这个开关出来之后 经过灯板 然后再到 万元表的红标笔 进到万元表 然后再从黑标笔出来 再接着 开关的另一个角 也就是说这个万元表 车电流是穿在电路当中 然后再把黑标笔 接到电路当中 灯板得电 发光工作 大家看万元表电流 光线太强了 用一个缩链片折一下 看清楚没有 127mAh 理论的计算式 应该是170mAh 难怪 核生面都标注了 电商专供 再看22号的灯板 一样的连接 通电再把黑标笔 接入电路当中 67mAh 再来看这个20瓦的灯板 电路是一样的连接 和前面两个 35mAh 我把测的数据 全部写在纸上对比 大家看 36瓦的灯板 计算出来的电流值 应该是170mAh 实际值127mAh 差了43mAh 而22瓦的灯板 理论值应该是104mAh 实际测的是67mAh 差了37mAh 20瓦的灯板 差的就更大 理论是94mAh 实际35mAh 差了59mAh 所以说 在我们测的数据看来 在这三个灯板当中 既有大品牌 也有小众品牌 但是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虚标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